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学习秦书制药360第二册 第五单元敬圣 六 圣始终三三五 无安绝位 唯唯 圣终于始 这条出处于建二上书 无安绝位 这个是讲 不要自安于天子之位 这个意思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做的天子很安稳 天子就是古代最高领导人 国家最高领导人 当房地 当房地 不要觉得自己是很安稳 那么这个不但是指天子 任何这个单位的一个领导人 或者我们现在讲企业 企业公司的老板 董事长 家庭的家长 乃至啊 你一个商店的老板 就是一个小商店的老板 那也同样一个道理 不要觉得自己当到这个老板 当到这个位置 就没有危机意识 唯一唯就是要想到有危机 这个也就是古人教导我们 居安思维 无论在任何一个位置 要居安思维 不要觉得一切都很安稳 都没问题 要危机意识 居安思维 那么这个呢 才能保存它的爵位了 慎重于死 慎重的考虑到后果 我们叫慎于死 什么事情开始的时候啊 要慎重考虑 这个事情啊 能不能做 做的后果如何 所以从开头就要小心解身 不能做了之后啊 这个到后面才想到啊 早知道 那这个就太慢了 事情已经做了 无法挽回了 所以慎重于死 这个从头就要小心谨慎 那么慎重 讲到忠实 慎于死 开始要慎重 那事情快做好了 快做完成了 忠就是要完成了 那也要谨慎了 不能开始谨慎 到最后啊 就马马虎虎不谨慎了 那这个后面啊 也就出问题 所以慎重 这个事情要终了 后面跟开始一样的慎重 不能说啊 这个事情快完成了 那也就没有像开始的时候 那么谨慎去处理了 往往啊 那就不能慎重了 那这个后面啊 无法能够延满 所以这个慎重也是非常重要 无安结位 要聚安失业 这样啊 才能保持啊 这个位置的长久 好 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珍藏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